你好,我是凶农人 成都惊爆摸车事件 群众愤怒包围警察 昨天下午呢 成都的一名农民工 看到路边一辆吉普车特别漂亮 就情不自禁的摸了一下 在这一点上呢 我给大家做一个解释 因为成都呢是我最喜欢的中国城市 它最具有自由的那种风格 浪漫风格 比如说呢 成都人呢可能是全中国最优先的人 也就是说成都的茶馆呀什么的 到处都有 而且呢随便泡上一壶茶 这个店家呢还会送来一些糖果小吃瓜子什么的 几个人呢能在那个地方摆龙门这一摆一个下午 甚至呢那个成都的这个结婚酒席呢 都跟全中国不一样 它的酒席呢是上午就开始 然后大吃大喝下午呢就打麻将 一直弄到晚上再吃一顿晚上才散 据说呢有的隆重的婚礼能够连续举行两天之久 还有一个呢成都的农民工呢 也跟全国其他地方不一样 就是说呢你在街头你那一眼认出来 那个农民工特别是那个呃 带个扁担的人就他们的长相也很特别 一个个显得又黑又瘦啊就好像是非洲人 从非洲过来的难民一样啊 所以呢这个农民工呢可能看到这个呃 就是他他就觉得这个季步骤耶 这就跟平常见的不一样这么高大这么漂亮 他就情不自禁的用手摸了一下 他没想到呃他的灾难就来了呃 车门立即打开一个老太太走了出来了 呃这个老太太呢立即就指着他的鼻子进行训斥咒骂 呃并且呢打了农这个农民工的一个耳光 呃这个打完了以后呢还不算 那边呢从司机座上又下了一个老头子 呃其实呢从他们双方的这个服装样式 你就能看出来啊一个呢是属于比较有钱的市民 呃另一个呢就是农民工 然后呢这个老头人就直截了当的说 你摸了我一下车赔偿我一万块钱 所以大家知道中国的有钱人是怎么发财的了吧 中国有钱人其实呃要么呢是稀里糊涂的发了财 要么呢就像这样穷凶极恶敲扎勒索 呃就是也就是说呢偷鸡取巧贪污腐败 总而言之呢大部分中国人发财呢是靠犯罪 少部分中国人发财靠运气 呃没有说是呃正直勇敢善良呃的人呢发财 呃聪明正直勇敢善良的人在美国能够发大财 但是在中国恰恰相反呃在中国最优秀的人呢 可能要登进监狱被周围的人妥气呃 呃农民工当然不可能赔偿 因为别说他没钱了就是他有钱他也不可能赔偿啊 我摸你一下车你就让我赔一万元 这个世界还有什么道理可讲呢 没想到呢呃那个呃老大妈呢毫不含火 马上应该不是倒妈了是老奶奶了 他马上打电话呃打报警电话把警察叫来了 叫来过以后呢旁边嘀嘀咕咕一震以后呢 那个警察立体穷凶饥饿的过来呢 把这个农民工给抓住按在地上 戴上了手铐准备带走 呃当然大家知道这个过程呢有一段时间 呃成都人呢本来就喜欢看人脑 之后呢就就开始飞上来了 慢慢的就了解了情况 那一些成都人就弄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很明显的仗势欺人啊 那个老太太自称他的儿子是市长 你市长的母亲就如此嚣张 就可以如此嚣张吗 而且呢你平时嚣张肯定是惯了 你在各个角落可以嚣张 但是你现在在大庭广众之下 在众目睽睽之下 在闹市区也干这么嚣张 这个呢就是伤了成都人的自尊心了 所以说呢 呃这个呃这个车主 这个老两口如此蛮轰 然后警察呢呃如此这个呃 就是偏向站在他们一边 激起了市民的奋动 以至于人民群众越聚越多 他们团团的围住了 包围住了这个警察 和这个呃这个车辆 这个这个吉普车 几个人呃都被包围了 然后就有一些勇敢的市民上去质问他们 为什么要这样干 品什么依据什么 而且呢在这个期间呢 那当然那个警察呢 一方面是呃 惊慌失措 但另一方面觉得自己呢 呃又是站在了有权有势的人一边 所以呢他就打电话求救 而我看到视频显示呢 来了大量的增援的警力 最少有几十名警察 但是呢不敌成千上万的民众 他们只是站在一边呢 呃在这守护着呃 那个老两口守护着呃那几个警察 而且这个事情呢闹得很凶 呃可以这么说呢 一直闹到了这个昨天的这个深夜 从下午闹到深夜 也就是说呢 双方对峙了十几个钟头 所以说你想想中国社会是多么可怕 在中国社会的生活当中呢 有权有势的人就是这样 欺压无权无势的人 大家所知道的那个呃 中国学校里面呃普遍的那种呃 就是大家大几个同学大一个人呃 这个也就是这种情况的体现 因为这几个同学当中呢 有一个或者两个或者三五个啊 家里都有点背景 呃哪怕老头子 哪怕他父亲 有个学生的父亲是个派出所所长 甚至在派出所仅仅是个跑腿的 他就觉得很嚣张 他就可以拉拢几个人动不动 就把别人揍一顿 一旦形成黑势力了呢 他就能够获得好处了 敲诈了说 你每个月给我一百块钱零花钱 不给不给几个人上去放学以后 就把你呃拦住 把你揍一顿 两只一打 你就老老实实实交强了 而且呢 这个交那个交 到最后大家都交 安徽呢 曾经有一个十二岁的小学生 十一岁的小学生 是小学五年级的 呃一个班里面的副班长 呃他仗着呢 他的这个父亲呢 在派出所里面跑腿 也就是端插倒水 他就自称了 我父亲是派出所的 然后呢 在班里面呢 呃这个 给老师送 再送一点礼物什么的 呃 结果呢 当了当上的副班长 然后他就命令了 每个同学呢 必须要向他交分子钱 呃 结果呢 他居然捞了十几万元啊 这就是中国 呃 所以呢 这个老太太的 这个摸车事件呢 再一次证明了 中国社会的可怕 也就是说呢 其实你在中国呢 你再有本领 再高贵 再善良啊 都没有用的啊 就是说呢 你在权势面前 你在那个 呃这个 就是你在凶恶的公检法面前 你在官员面前 你只 你只能就是当孙子 只能被他们踩在脚下 任意的揉力欺负 你稍微有点挣扎 呃 你只会 就像这个农民公养 遭受耳光 被罚款一万元 实际上你说 一辆车被人在大街上摸一下 这算得了什么呀 如果有人摸我的车 我会只会 我就会冲他微笑 我觉得很好玩 对不对 因为车在那里面 风吹日晒雨淋的 都不在乎 还在乎有人摸一下吗 摸一把吗 对不对 哎呀 这就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说明了中国社会的可怕 同时呢 他这个四川呢 成都啊 老是出现这样的事情 也说明了另一点 就是这个四川人啊 他他身上含有更多的自由基因 呃 他的这个良心未明 呃 我一直以前之所以去成都呢 就是因为成都呢 成都人具有自由的基因 跟中国其他地方的人都不太一样 呃 也就是说 那个地方的人呢 有勇敢的精神 其实呢 在最近这个十多年来 呃 四川的反抗者也最多 我跟许多人都见过面 呃 呃 而且呢 中国有句老话叫 天下未乱 春仙乱 呃 其实呢 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因为四川人 其实大部分都是少数民族 汉人 虽然是征服者 虽然说呢 跟少数民族 大量的这个 强迫性的通婚 呃 但是呢 呃 四川人的血液里 仍然呃 奔躺着自由的基因 更多自由的基因 所以呢 我相信四川人 早有 早晚有一天会获得解放 正如呢 这个大祖民国总统刘中进 所说的 呃 这个大师与士都在大祖民国一边 他们呃 将来可能是中国最先获得自由的 另外呢 就是俄军战损加剧 呃 呃 我们都知道这两天呢 俄军正在疯狂的展开进攻 对乌克兰的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 呃 但是呢 呃 从战场的情况来看呢 呃 俄军的审视相当沉重 在最近24小时里 他们居然审视了1740人 呃 这个数字呢 在过去两 持续两年零四个月的战争当中呢 呃 算是数量最多的一天 呃 那么俄军为什么会有这样惨重的损失呢 呃 这个分析家指出呢 这主要是俄军经过两年半的战斗之后呢 呃 他的军队结构已经改变了 他一开始投入战斗的时候呢 都是有经验的军官和一些呢 呃 受过良好训练的士兵 也就是说呢 他们配合的比较好 都能够尽量的保护自己 他们也有战争的经验 很多人参加过这个车程战争 还有这个呃 也就是说呢 在这个 南方参与过一些战争 军官也有经验啊 所以说呢 他们呃 这个损失不太高 至少就是说你 因为你军人到了战场上 就像美军的训练啊 你是第一件事情 要学会保护自己 你如果连自己都保护不了的话 那你还能够执行什么任务呢 你动不动就被敌人给放倒了 就给消灭了 那你还打个什么仗呢 呃 现在的俄军就是这种情况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呃 分析家指出呢 这主要是呢 有经验的军官和这个受训练的士兵省时殆尽 因为过去将近两年半的战斗呢 把这些人呢 基本上都给报销掉了 所以呢 俄军现在呢 都是匆匆提拔起来的一些军官 甚至一些很无能的军官呃 就是说本来在后方基地里面 因为天天酗酒或者因为呃 违反其他的纪律或者种种因为种种原因都被弄一个闲差 就这种人呢 他也没有你到了你要也许有人问啊 这种人就给他开除到社会上去 俄罗斯不同 俄罗斯呢 这个社会呢 呃 其实所有的将领和军官都喜欢这样愚蠢的下属呃 下属军官又愚蠢又无能又好管理 又来了精明强干的就把自己贪污发财 升官的机会都给挤掉了 对不对 那怎么行呢 所以说呢 大家都喜欢笨蛋 啊 所以俄军的笨蛋就越来越多 现在这些笨蛋呢 都得到了纵容 因为呢 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在前线被打死了 那怎么办呢 只好把那些看仓库的那些笨蛋都给拿来 啊 任命为连长 营长 甚至旅长 你说这帮蠢货呢 当然就是只能瞎指挥 士兵呢 现在也情况更加糟糕 因为都是些新兵啊 现在很多都是说贫穷的地区 西伯利亚呀等等 花钱招募来的新兵 还有那些稀里糊涂的留学生 什么这个更是没有一点经验的 只是被骗到前方 充当炮灰 说啊 你们这个在这干六个月就可以拿到一大笔钱 啊 你们现在只是帮帮忙 你现在前线需要资源 但是为了保护自己呢 你们也端个枪做个样子 实际上就拿他们充当炮灰 拿他们去吸引乌军的炮火 因为俄军的如意算盘呢 你这帮人 你把我们这帮人打死了 我们就能够测定你那个炮兵的位置 这样我们就能缓急消灭你这些炮兵 总而言之呢 这些炮灰呢 现在省时越来越惨重 这样干下去呢 俄军这个可以这么说 他的战斗力会越来越差 早晚会崩溃的 另外呢 就是加拿大逮捕市民印度特工 我们知道这个去年呢 加拿大跟印度呢 关系非常紧张 起因于呢 这个有一名西科教互动分子 遭到磨杀 而且呢 是在西科教神庙里面 这个后面的停车场里 遭到磨杀 这样的事件呢 如果在世界其他地方呢 不会有多大麻烦 但是呢 加拿大是属于这个 这个英美系国家 这个普京 连普京都知道 所有这个市场的独裁者都知道 在这个英美国家里面 你要想杀掉一个政敌 不管他是因为宗教原因 政治原因 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 那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因为呢 英美国家呢 他是非常强调人权的 而且呢 他是非常执着认真的 他不会在这件事情上 跟你妥协 就是说呢 其他国家呢 你也许可以买通 向有关的官员 或者呢 利用其他的这个 就是说呢 场合 跟对方的国家手脑 施加一点压力 但是在这些国家呢 你基本上是行不通的 就像孟晚舟事件 你要换一个国家 早就把孟晚舟给放回国了 因为呢 你说孟晚舟呢 很多人都谣传呢 孟晚舟呢 或者是洗包子的 这个少年时候的情人 也有人传说呢 这个孟晚舟呢 可能是毛泽东的私生子 因为他长相有点像毛泽东 但不管怎么样呢 孟晚舟作为华为的这个 老板的这个女儿 而且呢 又是财务总监 他手里掌管巨额的资产 而且呢 他是一个情报分子 也就是说呢 他掌管着大量的情报 实际上呢 对英美的渗透 对世界各地的渗透 因为华为呢 它是一个工具啊 是中共的一个情报工具 情报系统啊 所以呢 孟晚舟呢 正好又是高级情报图 所以他就引起了中国 全力以赴的营救 但是呢 也是花了好几年时间 而且呢 到最终呢 也是在美国跟加拿大 多次的商谈之下 最后呢 放了一条生活 而且中共甚至为此 专门绑架了一些加拿大人 来作为交换 你想想 这次呢 印度政府呢 就出了眉头 也就是说呢 印度这个国家 其实也是很可怕的 我们都知道 现在这个伊斯兰势力 最近过去几十年来 在这个世界上 热死生非 自从冷战结束以后呢 911事件 等等 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恐怖活动 都是伊斯兰势力干的 但是呢 印度呢 只是因为他的势力相对较弱 如果他强一点的话呢 他也同样麻烦 他跟中国一样 比如说呢 他就居然能够在加拿大 要知道加拿大跟印度的关系 是非常密切的 因为加拿大也是英联邦国家 有很大量的这个印度人居住在加拿大 也有很多加拿大人居住在印度 但是呢 就为了这么一个事件 印度的莫迪政府呢 非常强硬 居然驱逐了四分之三的加拿大外交官 这是严重的损害了 不仅严重损害了这个 印度加拿大的外交关系 最主要它是 它损害了印度的利益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事情 明眼人一看就明白 印度做错了 你还使用的维护这个错误 美国英国可以这么说 都会毫不犹豫的 坚定的站在加拿大这一边 而且呢 美国政府呢 实际上被证实呢 是他们向美国政府 向这个加拿大提供了这个情报 因为加拿大一直在调查 起磨杀案 这谁把这个西克教的活动分子给杀了 最后呢 是美国提供的情报 说是印度政府的特工 所以这个事情呢 你想想 印度你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不过最新消息表明呢 加拿大宣布逮捕了第四名印度嫌犯 而这第四名印度嫌犯呢 是在印度被逮捕的 是被印度警察逮捕 然后转交给了加拿大 然后被引渡过去接受审判 看来呢 莫迪政府认识到了这件事情呢 犯了巨大的错误 必须改变以前的立场 不能够再允许印度特工 在世界上搞这些名堂 尤其不能够在自己最重要的英美国家体系里 搞这些名堂 这是不被容忍的 不被允许的 所以说最终呢 我估计印度政府呢 也是跟这名特工进行了反复的谈判 也就是说呢 你到那去接受审判 政府会尽量的帮助你 提供法律帮助 但是呢 你得承担责任 你不能呢 因为否则的话呢 我们不好交代 因为加拿大持续的会要求引渡你 我们毕竟是 因为印度的法律系统是英国人建立的 所以说呢 他不能够这个 说是在这个事情上坚决拒绝 更何况呢 这个案件已经引起了 美国英国 还有澳大利亚 以及国际社会的广泛证事 所以说呢 印度政府呢 最终呢 把这第四名嫌犯呢 递交给了加拿大警方 而在他之前的另外三名凶贤呢 已经被加拿大骑警 给逮捕 而且呢 此案呢 最后呢 肯定会得到一个公正的裁判 这个专门 我会发生的一样 我会发生了一种